相较于以往赛季的积极补强,热火今下大有推爆重建之意,不断是屠宋投球队的核心球员。 如今,热火队内的全明星球员德拉季奇,也成为了被交易的对象。 热前,据NBA网络报道,虽然热火没有将德拉季奇白胜货架,但是只要拍出的加码比较合适,热火愿意将德拉季奇交易出队。 据了解,热火愿意送出德拉季奇的加码不低,首轮选秀坚是必不可少的条件。 从当前联盟的状况来看,太阳队对控球后卫行有独钟,之前曾追求过利拉德、罗奇尔等球员。 所以说,太阳队可能会加入京都德拉季奇的精兵之中,毕竟德拉季奇此前曾效力太阳六个赛季,对球队的大致情况,也算之根之底。 2015年,德拉季奇和热火签下一份5年8500万美元的合同,距离签约合同到期还有两个赛季,如果太阳将其招募至球队,也算是一本高性价比的合同。